空间摄影与应用 翁彩虫老师讲述 大家好 这个单元我们开始跟同学谈数位摄影的一个基本概念 前面所有的单元 大概我们谈的都是一些基本应用 由于最近这几年 我们的数位摄影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就算是 就算是我们已经把底片 变更成为数位档案 然后增加了很多生活上的一个便利性 但是其实整体的基本运用还是一样的 那在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也发现说 整个摄影环境多了很多的变革 以前可能底片机的时候 整个相机的在市场的占有率跟普遍率上面 是比较低的 那现在几乎是每个家庭都会有一台到两台的一个相机 那在一个储存的过程中 也可以利用电脑等等来做很多的编辑编修等工作 所以这些普遍的一个情况之下 也多多少少造成很多人在使用这个拍摄 相机拍摄的一个过程变得比较不珍惜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可惜的 那其实就底片机跟数位机来讲 他们的差异性并不大 那只是经过很多的数位转换以后 相机可以提供我们相当多的一个资讯 来协助我们在拍摄过程中 去更完善的一个捕捉影像 那也因为数位化的关系 你拍完照片马上就可以知道说 自己到底什么样的数值 拍出什么样的结果 那可以很快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去做一个调校然后再重新拍摄 所以当然数位机也有它的一个好处 那另外就是在以前底片机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去做后置的话 你要学会很多的这个暗房的深功夫 但是到了数位以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电脑软体也普遍的增进 那很多的拍摄过程中的一个不完美 都可以借由这个电脑的编辑去处理 去后置去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相对的也就会让许多人 习惯性的去做后置 那当然很多的拍摄过程中的一个细节 就会被忽略了 所以从这个单元开始呢 我们开始跟同学分享一些数位相机的一个基本概念 那我还是要重复的说 其实整体的基本概念都是一样的 那当然有很多的内容 可能同学在看的时候会觉得 是不是有点重复之前的一个内容 那其实我们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再做一次浓缩 然后更精简的 然后辅助数位的一个数值关系 来跟同学做分享 所以在以前底片机的过程中 老师在去要求同学做作品的拍摄 我们大概会比较以一个呈现美学的一个概念去探讨 而到了数位的时候 可能会多加了一些技术面的上面的一个探讨 那这边初步的一个概念 也跟同学稍微做一下讲述 好 然后首先呢 我们就来谈一谈 数位画以后 跟底片机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当然记录格式绝对是不一样的 那之前我们都要去买底片 那你买底片的时候呢 会决定你要买多少度的 ISO值是多少的 那就会问 100我们常用200常用400 好像某一些比较阴暗或等等的特殊环境会用 到了你要去拍演唱会的时候 你可能会去买800度的 然后这个某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 老师可能又会要求同学说你要去买黑白片 那黑白片又有类型非常多咯 那如果是说老师辅助教学 利用或者是希望这个色彩拍得更鲜明的话 我们可能会去购买这个正片方式来拍摄 那每一台相机只能装一卷底片啊 所以你要拍某一种类型 你头脑里面要先想清楚 那一卷叫卷拍完以后才会有第二卷 所以早年呢 我记得早年出国的时候 身上大概最起码要准备四台相机 那四台相机各是什么呢 一台大概就是拍这个叫做到此一游照 那这个到此一游照就是一个简便的小傻瓜 那你傻瓜我聪明 反正按了一定不会失败 那这个照片拿来干嘛呢 分享给亲朋好友 因为人家想看的是你到哪里去玩 有没有你美丽的表情 所以这个叫做夜照片 这是一台相机 那第二台呢 我们就要准备一台我们比较专业拍摄的一个相机 当然这台相机一准备 这台相机一准备 你就会发现说镜头必须要跟着走 镜头要跟着走 好这台专业的相机是不是这样子就够了 我们也只能也只能说 这样子OK足够了 但是呢在很多的情况之下 我必须要拍黑白片 所以最起码还要有一台 装黑白底片的一个相机 那这样子三台以后 那第四台是什么 第四台通常来讲就是一台更简单的 也是一台小傻瓜 那它功能可能稍微强一点 那它可以让你去在调教的过程中 非常快速的先去捕捉一个基本的影像 也就是说当有很多瞬间的讯息跑过去的时候 而你来不及准备好你相机所需要配备的时候 最起码你可以留下影像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你必须要去用很多各种去模拟各种可能的一个情境 然后去做这个相机的变换 那这个是以前 那当它变成数位化以后 你会发现说ISO值呢 我可以去调动 也就是说我每拍一张照片呢 我的一些基本素质 这个以前要不同的底片才能呈现的一个效果 我现在借由这个转盘按钮 我就可以去做调动它 当ISO值可以改变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同一台相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我可以拍很阴暗的 我可以拍很明亮的 那这个就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革了 所以底片机跟数位档案格式上面 在整体记录上面就产生了一个这么大的变革 再过来写入的部分 以前就是要透过底片 写在底片上 而现在数位化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变成JPEG档或RAW档 那JPEG档我们在平常很多的照片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副档案格式 那RAW档我们把它翻译成 生的还没有经过处理的 所以当你拍数位格式的时候会产生这两种档案 你必须要去选择选择哪一种 好 那因为JPEG档几乎是我们在生活中常看到的 所以很多同学拿到数位相机以后 很自然的我就是存成JPEG档 那JPEG档它的特性是什么 它的档案格式比较小 档案格式比较小 然后有一定数值的Mega数 然后百万数位以上 这个都是蛮不错的 就是就我们的认知上面 然后呢 如果你是另外一种RAW的格式的话 因为它是没有处理过的 那它的档案会比较大 好 所以呢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 因为我的记忆卡有限 然后又因为JPEG档是我平常熟悉的 所以很多同学拿到数位相机 直接就是想也不想 直接存成JPEG 好 那你问我说 老师我的相机里面好像只有JPEG 没有错 如果你拿的是一台小型的小傻瓜的数位相机 小DC的话 它确实只有JPEG档 RAW档的大概要到这个所谓的类单眼 类单眼的方式才会有 OK 那那个时候你也是可以选择的 好 那这两种数字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别呢 那下面我们再看 拍下一张18000万画素的影像以后 影像资讯送到影像处理器 再经过运算转换变成JPEG档 好 所以说当你按下快门那一刹那 你的你的档案是非常快的经过很多的转换 变成JPEG档案格式 好 你如果选择RAW档案的话呢 相机的就不会去做任何动作 好 那存成档案的格式 好 呃 什么样的格式不一定 好 因为每一台相机 呃 它的编码方式不同而不一样 好 好 那它就不会去做任何的资讯运算转换的一个格式 然后把你直接存成它的档案 好 好 那这个有什么差呢 好 因为转换以后的JPEG档 它的档案会比较小 好 如果 好 你JPEG跟RAW档案的话 好 这两种的差异是三到四倍的一个容量 好 这也就会导致很多同学在拍摄的时候 直接是选择JPEG的一个原因 好 因为你可以 呃 省下更多的容量去做储存的动作 好 不会因为记忆卡满了 然后你又没有多余的记忆卡 所以让你看到好的照片 呃 就没有办法拍了 好 那 底下我们就会说 哎 那是不是JPEG OK了 好 我们来告诉你 原则上呢 JPEG档案无法向RAW档案提供广域的一个摄台范围 比较没有办法任意的调整后置曝光的一个动作 那不是说不能调整 那不是说不能调整而是比较没有办法任意的调整 好 如果你坚持使用JPEG档案的话又非常在乎影像品质的话 选单里面呢会有一个叫做Find的档案 精细的JPEG 或者是你在论另存新档的时候 把选项的品质设定为12 好 你在另存新档 就是把这个 你的记忆卡拿出来 在另存新档的时候 这个JPEG档案 好 你把品质设到最高 就有机会获得比较好的影像档 好 那如果你存成JPEG以后呢 建议同学 不要再做编修了 不要再做编修了 如果你再做很多的编修以后呢 再去存成一次JPEG档的话 它其实会再被你再压缩一次 它会被你再压缩一次 那当然效果就会越来越差 好 那你问我说 那到底JPEG到底是什么档案呢 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在捕捉场景的时候 把色彩平均化 它在捕捉场景的时候 把色彩平均化 也就是说 可能你有一些色彩 在一张照片里面 环境落差非常的大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数位会非常聪明的 去做一个均化的动作 然后平均出相似的色彩 跟相似的一个对比 所以就会失去某一些比较细微的色彩层次的一个变化 那当然其实就是说 在压缩的过程中 有点像我们在听MP3一样 它被压缩了 它被压缩了 所以你去买一张唱片CD 可能只有12首到14首歌 可是你用一张记忆卡 竟然可以一寸寸到100多首 200多首 为什么 因为在它压缩的过程中 它把它做了一个均化了 它把很多细微的东西给去除了 所以才叫做压缩 所以这个时候 谈到这边 你要思考一下 你的存档格式到底是什么 好 那你如果是RAW的话 对不起 它的副档名会因为相机的厂牌型号不同 会有不同的副档名 那处理RAW格式的软体非常非常的多 包括Adobe的系列 包括Apple的系列等等都有 那同学可以去选择自己习惯的软体 来做后置的一个动作 RAW在经过软体的一个编修过程的时候 它可以修正你每一张照片的饱和度 我讲的是每一张照片 你可以分别去修正它的饱和度 曝光度 然后另存新档 那你另存新档的时候 你可能后续还要再修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建议同学存成TIFF档 那当然有很多的相机可以同时储存两种格式 也就是说有一些相机 它可以同时让你在记忆卡里面存JPEG跟RAW 但是个人不建议同学这样子做 因为你既然有RAW了 又和BIJPEG档呢 好 那如果说两种格式同时存在的话 除非你有非常足够的记忆体 来让你拍摄更多的一个照片 不然它是非常容量非常大的一个设计 OK 好 那后置呢 后置的位元模式怎么去做编辑 编辑跟处理RAW的时候呢 我们原则上是以16位元进行 好 你可能听到这边你跟我讲说 老师啊 我都敢来小DC你啊 好 你叫我听你讲这个东西 好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基础资讯 然后我们让同学知道 好 这个是我们前面在讲底片机的时候 比较跟同学毕掉的一个部分 好 因为会觉得是说 同学可能相机拿的Range是差距很大的 那老师必须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课程 好 但是多年来其实有相当同学 蛮希望自己往前走的 所以会一直持续的要求老师提供很多的相关的资讯给他们 好 所以也借着这个机会 好 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基础资讯分享给同学 好 那 呃 无论你现在手上有没有用到 未来你可能有机会用到 好 所以我想同学必须要具备基本的观念 那在生活中有时候跟同才分享 跟朋友分享都是有好处的 好 我们回头继续说 编辑跟处理REW档案的时候是以16位元进行 那一般来讲8位元只有256册 16位元有6万5000色板板这个色板板接的一个表现 编修完成以后呢 你可以再把它储存成8位元 好 另存新档是tip档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档案的这个容量就会比原来的档案小小百分之五十左右 好 好 当然这个时候 嗯 其实不只是记忆卡的问题 还有你电脑的硬碟容量够不够的问题 好 我想这个都是 呃 你在处理数位 呃 数位档案的时候 后续陆陆续续 其实呃会造成你生活 或者是你使用一些数位模式的一个变革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好 好 那存成tip档以后呢 这个时候档案会比原来小百分之五十左右 好 也不错啦 好 但是呢 如果你的电脑荧幕 好 你的电脑荧幕 因为你必须要先丢进电脑去看它嘛 好 设定的是sRGB 好 好 那就没有用咯 好 为什么 因为你你一般电脑的这个荧幕 好 如果设成RGB的一个方式 好 这个时候我们称它为我要用这一台电脑荧幕看 呃 类似网页色彩的一个空间 好 那它的色彩位元是不够的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当你把档案丢进去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好 刊入的 好 签入的描述档布盒 问你要转换或放弃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当然你要去读你相机拿出来的这个数位档的时候 你也要先把你的monitor来做一个正确的设定值 好 再过来呢 好 我们就开始来跟同学 讲到很多数位的一个基础 那其实这个数位的基础跟 重复一下 还是跟前面底片机的基础是非常接近的 好 嗯 白平衡 WB的一个设定 你拿到相机第一件事情 好 我们会希望同学先来看这一个部分 好 第一次拿到相机 你应该要先去做白平衡的设定 好 那白平衡其实基本上就是色温的控制 好 色温的一个K值的控制 好 那白平衡我们也希望同学知道 好 既然是控制色温 当然就是色彩 好 那色彩呢 在一天变化里面会有不同的一个落差性 有时候你拍出照片 你觉得哎呦 看起来阴森森的 有时候拍出的照片 你就会发现 哦 看起来暖轰轰的 好 很有温暖的感觉 好 那他控制的其实就是这个色温 白平衡的部分 好 一般来讲呢 好 2000到4000K的一个温暖 好 他是红色调的 好 红色调的 好 他是在大晴天 黎明以前 入日出以后 两个小时左右 好 好 傍晚以前两个小时 到日落的30分钟 他是温暖的 他让你拍起来是温暖的 好 如果到了阴天雨天起雾下雪晴空 或者是在户外的一个阴影区 他基本上是冷掉的 好 他偏的是蓝色调 冷掉区的 好 4000到7000K的话呢 他是属于大太阳光底下的 好 他是属于白光的 好 红绿蓝的三种颜色 啊 组合的一个模式 好 那基本上呢 好 呃 我们会希望说 同学拍拍的照片 是一个没有色片高饱和的一个照片 也就是说 他该是什么颜色 就是什么颜色 然后呢 你如果完全掌控他的暖色调或冷色调的话 你可以得到高饱和度的照片 什么叫做高饱和度的照片 就是红的看起来很红 黄的看起来很黄 蓝的看起来很蓝 让你看起来好像 呃 你去看一张广告看板一样 颜色非常的鲜艳 好 饱和度非常够的一张照片 好 好 但是 刚刚上面那个东西 只是给同学做一个基础的一个参考 你说 白平衡真的很重要吗 那基本上我的认知是 白平衡是一个基础知识 那你一开始拿到相机 你就先去做一个 这个调教的一个动作 好 那白平衡对于你拍摄的一个影响性 在日升当中的时候 我们说它是冷色调的光线拍摄 如果你使用 我们现在那个转盘都可以去做调教 好 叫做你如果去把它做出 叫做阴天白平衡 好 你日升当中的冷色调 你用阴天白平衡 它就会修正那个冷 看起来会比较温暖 好 那你也可以利用暖调的一个滤镜 来消除场景中偏蓝色的调子 好 来多一些暖色 好 那滤镜都可以买得到 好 有很多 好 你如果觉得阴天白平衡的设定的太暖了 会长得像正片 会过分鲜艳 你也可以在后置的时候 再去改动它变成自动日光 阴影 乌丝灯 日光灯 或闪光灯等等 白平衡 好 那你这个时候就会问我说 老师 那我为什么不干脆在后置的时候 我再把这个东西再重新去设定 好 所以我一直在跟同学讲好数位化以后很多同学过分依赖后置的一个部分好 我们还是会希望同学在前面拍摄以前想清楚好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而至于后置其实我们希望同学放在心里的是叫做补救 好 但是呢 如果室内呢 好 就不能这样子设定 好 你室内要设定成闪光灯白平衡 好 这个是室内外不一样的地方 好 所以白平衡有这样基本的一个影响性 好 同学可以了解一下 好 再过来呢 我们要跟同学谈正确的曝光 好 正确的曝光 好 相机呢 嗯 自动曝光 好 感光感光速度呢 ISO主控光圈快门 好 不足的时候呢 你还可以再增加闪光灯或脚架 好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要让相机 呃 按下快门的时候呈现一个影像 其实就是这几样东西 好 再讲一次 好 呃 ISO值 好 光圈 快门 好 当然必要的时候增加闪灯或者是脚架 好 好 好 那包括底片机 包括数位机 其实都是这几个东西的控制 但是我刚刚有讲到 好 底片机最基本的控制在这个底片 所以ISO值从一开始你装底片的时候就被你设定住了 好 那数位相机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做调动的 好 然后要正确曝光其实有几种模式 好 那呃 同学拿到相机最常用最习惯用的叫做P 好 叫做程式自动的相机 那程式自动的一个判断模式 基本上就是我把这个好 我的整体曝光值等等 我全部交给相机处理 那当然这样子我就大部分可以得到一个呃 最起码是60分的一个照片 好 他不会判定错误 每一张照片都会很清楚 好 那但是如果你用了P模式我就要问你 那请问你拿相机的意义在哪里 好 拿相机的意义就不见了 好 那而且呢 这个结果可能不是你要的 好 因为他可能缺乏景深等等这些动作 好 所以我们会希望同学未来同学尽可能使用M模式 好 就是手动的模式 那你如果可以推算出画面的一个明暗之间的关系的曝光 差异的曝光值 好 那就可以用光圈快诀或者是S快门快诀的一个模式 好 那我个人比较习惯用这个光圈先诀的一个模式 好 那为什么呢 因为时常我们会蛮期望环境被你呃 经由拍摄的一个过程中产生一个比较具有饱和度或者是具有景深的一个照片形式 好 那当然这个东西也是要后续开始同学一直持续的摸索 好 你才能进步成长的 好 再过来 你 我刚刚讲到说你可以用手动模式 好 所以请同学可以开始利用M模式 手动模式 好 那我们首先要跟同学谈这个摄影金三角 摄影金三角 你要开始用M模式的时候 请你相机拿到先做一点点不一样的实验 好 那实验什么呢 其实就是实验这三个值的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关系 ISO值光圈跟快门 决定它们就叫做金三角 所有的相片拍摄的好坏其实取决于这三个因素 好 再讲一次ISO值以前在底片机的时候是用底片被固定住 现在数位相机可以调动的情况之下 它就有很多更多更多的优点 可以让你拍出很多更好的照片 好 那你首先 你要开始先做实验 人站在户外的屋前大概是两公尺的地方 你把光圈设成一个标准值F5.6 调整对焦以后呢 再调整快门速度到测光表 里面会有一个测光表 测光表告诉你说正确的曝光以后 你按下完成一张正确的曝光照片了 所以这个时候非常的清楚 人跟屋子都还蛮清楚的 再过来 我们开始去调动曝光数值 那曝光数值一般有45632等等 小DC大概可以到11 好 光圈越小的时候 光圈数值越小 不要忘了以前讲过再提醒同学一次 光圈数值越小 表示光圈开得越大 好 那显示的方式F5斜线4.5这样子的数字 好 快门速度最高大概是 数位相机大概是八千分之一秒 好 那他决定感官元件或者是时间的一个长短 以前也讲过 好 那如果说我开大光圈的话 所谓的大光圈 好 所谓的大光圈就是什么 数值越小 好 数值越小 叫做大光圈 好 那就是动动开得越大 好 可以凸显主题让背景消失 大光圈开得大 可以让背景消失 好 然后好 背景糊了 紧身 浅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当我开大光圈的时候 就要很快的利用比较快速的快门 好 要很快的时间 进来很多的光 来补足 好 来补足这个巨大需求的一个光亮 好 这个基本的 再跟同学做一下复习 好 那只是在数值上面 你会发现 啊 以前的底片机跟数位的数值上面会不太一样了 好 好 再过来呢 你开始去做一些ISO值的差异性的一个思考 好 好 你刚刚的那张照片你可以继续拍 好 你先把F5.6设好 ISO值设200 好 快门250分之一 好 因为你是在户外 基本的环境大概是这样 好 第二个动作呢 请你把ISO值 好 200改成100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诶 我的快门 我的光圈不变之下 ISO值改变了以后 你的快门会变成1.25分之一 好 这句话说什么呢 来告诉你说 F5.6 ISO值200 只需要短时间的曝光 就可以完成了 它的曝光时间更短 就可以完成你要的同样呈现的一个结果 这两张照片的结果差异性不大 好 所以就告诉你说 你必须要有正确的曝光操作 好 ISO值设定是200 好 光圈F8的时候 请你对着明亮的主体拍摄 然后来进行测光 再把200改成400 800 然后光圈不变的情况之下 你去看一看 诶 那我的快门速度 到底会变多少 那你自己可以先去做一个记录 你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其实是具有一定顺序的关系 好 然后呢 底下我们跟同学谈的是光圈先觉的夜间曝光 光圈先觉的夜间曝光 好 光圈先觉 我刚刚讲到 我蛮喜欢做光圈先觉的 好 因为光圈先觉呢 可以让你做出你想要的景深效果 好 你可以很快的把背景很乱的东西全部都污化 好 所以我喜欢做光圈先觉 当然 每个人喜欢的拍摄模式是不一样的 好 那如果我要做光圈先觉 我又要做夜间曝光的时候 好 你会发现一些现象 好 曝光过度 好 为什么因为当我光圈先觉的时候 我的快门的时间会太长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变成曝光过度 就会死白一片 好 就会过曝 好 再过来有可能曝光不足 好 快门的时间如果太短的话 就会黑漆麻乌一片 好 所以呢 这边又要跟同学讲一个定论了 ISO值不变之下呢 光圈越小 快门速度越慢 没有错嘛 好 我们印证前面的实验 好 所以底下呢 我们就要开始请同学去试拍夜景 好 你说老师 我夜景老是拍失败 好 好 这个时候就请你试拍 好 ISO值 好 也不需要定的太高 好 请你设定是100 好 那光圈呢 把它拉到最小 好 你拍夜间警务的时候 好 你的F都尽量是22 好 你的光圈都是最小的 好 光圈都是最小的 好 那快门速度曝光值呢 你测测看 大约是15 好 大约是15 也就是说 你大概是15分之1秒 这样子的速度 你可以拍出一个基本的夜景 好 你可以拍出基本夜景 好 那你光圈先决的夜间曝光 先试到这里 好 那你就知道说 哦 原来我想要拍出夜景的时候 大概是这个数值是可以拍得到的 不要忘记 无论你怎么样 好 ISO值定了以后 F拍夜景 就是把它定在22 好 除非一些特殊的状况 好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成功的结果 好 那再过来呢 我们就要跟同学谈一谈 有一些有创意的曝光 无论你是PASM任何模式之下 这几个数字 我们在很早以前就跟同学谈过 好 那测光表通常 数位的就告诉你说 我测光表测到了正确的曝光了 OK 那我就可以按下去了 好 那我们就会问同学说 这个正确的曝光真的是你要的吗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 就请你用P模式就好了 全部交给相机呀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请同学多想一想 多想一想 好 如果你在岸边有大浪冲击岩石 好 然后你要把这个景象给拍出来 而你把你的ISO值定在100 好 光圈呢 F4快门500分之1 好 好 当你光圈变F5.6的时候 快门就会变成250分之1 当你光圈变F8的时候 快门就会变125分之1 所以我讲 我刚刚就讲到 很多数值之间 其实它有一定的一个关系性 有没有 好 有没有 差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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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你如果再试试看 夜间旋转的摩天轮 好 那你要看到这个摩天轮 圈圈的这个灯光 好 在旋转的一个样子 好 你一样可以去试 好 F8快门速度四分之一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各个金属条 F如果变11的话 那快门速度会变二分之一 好 那但是这个时候你只能看到金属之条的一个形状 好 你知道那边有金属之条 好 到了F16快门速度变1的时候呢 你只会看到光线圈圈在流动 好 就是会把这些东西因为速度慢了 所以呢 好 会把它去做一个连结 好 那这边就提醒同学就是我们在更早之前跟同学谈到水秀 有没有 好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拍摄 好 这边也让同学稍微再重新做一下思考 好 所以就是说 你正确曝光了以后 接下来你可以再前进一点去做不一样的思考 好 你想拍出的不是摩天轮而是什么样子的摩天轮 OK 好 那同样的你在拍岩石跟海浪的时候也会问你说你希望你的水花到底是泡泡还是跳动的还是棉花糖 好 他们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同学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好 你自己去做一个调动 好 再过来呢 我们请同学试试看景深的一个差异 请你拍一朵花 好 那你可以使用一点长镜头 好 好 那曝光纸 一样的时候 好 你到底会看到什么 如果你把F设定是16的时候 好 你的快门速度是60分之一 好 那背景 好 背景的花 好 我讲到哦 好 我讲到哦 我拍一朵花 那我的基本就是那朵花 好 我的背景是那朵花的时候呢 我就要问你 那我希望我后面的背景 好 长成什么样子 好 所以当我用F16的时候 我的快门速度是60分之一秒 那背景 好 背景的一个花海 好 大概你还可以看到圆圆圈 好 它是有形体的 而当你慢慢的从F16变成F8 它变成F4的时候 当你使用到F4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快门速度 非常的短千分之一秒 这个时候后面的花海 你就会只看到颜色了 好 它就会被你全部雾化了 好 那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 景深的一个部分 好 所以我就在讲说数位化了以后 其实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在你不同的调动之下 好 你就可以很快的去显现 那结果是不一样 结果是不一样 然后你可以重复的去做很多的比对 好 好 那去选择 就是你更有机会 很快的拍出自己想要的照片结果 OK 好 再过来呢 我们就谈 七种曝光的方法 好 其实就是在这边做一下简单的整理 好 小光圈 小光圈大树齿 好 小光圈大树齿 好 那你就会发现我小光圈F16的时候 好 它的景深是深的 就后面很清楚的 好 那 呃 从小光圈到中光圈到大光圈 它的景深是越来越浅的 好 好 这三种光圈的部分 再过来呢 呃 另外一种曝光方式叫做近拍或者是微距 好 以前我们也谈过 好 我要拍很近的东西 我要让它饱和度增加 有没有 好 好 再过来呢 高速快门 好 我要瞬间冻结 比如说一滴水滴下来 好 我要瞬间冻结 或者是慢一点点的 好 我去看追焦的关系 那当然 好 也可以有超慢速的 我就是去看流线 好 那我们之前也有谈到 好 所谓低速快门 这个追焦的方法 又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好 后续我们再做一点复习 好 所以呢 这边 好 七种曝光方法 就是告诉你 好 光圈大 好 光圈大 快门短 有没有 好 看到上面 小 中 大 光圈 三的关系 光圈大 快门短 背景会越怎么样 好 请你思考一下 来告诉我答案 背景会怎么样 好 这个时候 好 我就要问你 好 请问你答对了吗 光圈大 快门短 背景会越模糊 好 因为它的景深浅了 OK 好 这边提醒同学 好 这个单元呢 数位摄影的一个基本概念 我们跟同学谈到这边 下一个单元 我们一样继续跟同学谈基本概念 那希望同学借由这个数位跟之前底变机的一个差异来做一个比对 也让同学的技术更为进步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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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